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大学如果面试的话 老师们普遍关心哪些内容 大家好 有一个心理准备 比如第一个 你是否有明确的留学目的和规划 这点非常重要 咱们在申请语言学校的时候 其实老师也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进入大学以后 老师也是比较关心的 就不喜欢那种昏昏恶恶的孩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 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判断能力啦 想不想过一个充实的大学生活呀 然后你这个人是死气沉沉的呢 还是说对这个社会抱有好奇心 探求心 对这个广阔的社会是否关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也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家里的经费支付能力 作为日本老师担心你会交不上学费影响 这样的话 你可能要多打工 然后那就势必会影响你的经历 可能就第二天起不来床 不上学啦 这种情况都会有发生 现在来说的话 咱们国内收入水平变高以后 这个相对的人就少了起来 就是在日本打工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的话 那就是对自己 就自己是否了解自己 比如说自己有什么优点啊 缺点啊 这样的问题 还是就是经常被拿出来提问的 那通过以上几个总结呢 我们就是猜猜日本经常会出现的那些问题 大概是什么样子 今天咱再说五个 第一个 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 特别特别常规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要来日本留学 大家在申请语言学校的时候 应该写过旧学理由书吧 那时候会提到 大家可以不忘初心的 再反思一下自己 当初为什么决定去日本 那大部分学生的话 我在就学理由书里可能会写 让日本的经济特别发达 技术特别先进 然后我趁着年轻我要出去提升自己 开阔眼界 然后甚至说我回国之后 为我的祖国做贡献 这样就宏伟目标 那大家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镜头前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答案不太好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想法 但是让自己说 可能又说不出来自己读到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就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没事可以考虑一下 也顺便通过这个思考的过程 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内心 就是十个学生 可能有八九个学生 都不动脑子的话 就是直接这么说了 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动脑子的答案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某个特别的瞬间也好 举个例子 这样的话让面试官能够 就是很亲切的了解到 哦是这个点 当时你萌生了想去日本留学的想法 这个很重要 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说别人也这么想的 我也这么想的 没有特点那种 是不受喜欢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老师可能会问 那你为什么选择我们这所大学呢 因为大学那么多 对吧 为什么看上了我们这个学校 或者是说 你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呢 这类似是一个问题 其实是思路差不多的 一样也是说 不要说那种特别大众的答案 要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比较好 我试着想了一下 比如说 你怎么怎么 你不要照着我的回答来背啊 意思是 让大家明白是怎么样 举这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你说因为我有一个前辈 是这个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有一次他回国的时候 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 他有跟我提到 日本的留学生活呀 日本的留学制度呀 日本的教育水平多先进呀 然后他学的是什么什么专业 比如说经营专业 然后我因为自己也平时有关注一些日本的东西 然后对这个专业也特别特别喜欢 比如说现在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水平也比较高了嘛 感觉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对于将来就职也比较有帮助吧 所以我就也就来日本留学了 然后来了以后 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报考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然后因为特别感兴趣 这样的话老师会觉得 这个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 有这样的一个切记 然后来到了日本 并且即将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什么的 这样的回答是比较好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老师一般可能会问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 比如说要回国工作 或者是说在日本就职 或者是升学 有这么几条路的选择 那你就是不要说那种 现在还没想好 能毕业之后再说吧什么的 这样的就不太好 感觉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规划 就是可以说我以后不走这条路 但现在的话我是怎么想的就可以了 把这个说法直接说出来 就像刚才那个例子 如果顺起来的话 你可以说我毕业后想回国工作 因为父亲自己经营了一家公司 那我学习了这个经营管理专业的话 将来回国后 想要进入父亲的公司来 接替他的岗位 进行管理方面的工作吧 这样的话就很具体 然后我们说第四个 就是说老师可能会问你 那你进入这个大学之后 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要加入社团呀 你认识你要不要打工啊 寒暑假要怎么打工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他在侧面问 你对除了学习以外 有没有其他兴趣爱好 是怎么衡量学习和打工 以及学习和社团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有的学生是只学习 死学习 然后日本的话 其实不喜欢这种闷头学习的孩子 张比之外 他还喜欢更在社团也好 打工稍微有一些接触的人 但是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 他觉得这样的人的话 思维会比较活跃一点 因为死学习将来毕业后 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 而你在社团比如说当了一个什么干事 组织过什么活动 获得过什么奖项 或者打工怎么怎么样 这些对你将来面试的时候 是能够说出来一些东西的 因为就是在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你会提高一些自己的组织能力 表达能力 以及领导能力 等一系列的东西 是学习而获得不了的 所以日本的老师也是会 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要 即便你可能不愿意加入社团 你可能有时间想要去打工了 去赚钱了 给家里显情负担 但是你也可以说 比如说我在大学 因为要跟日本人一起学习 所以日语能力特别重要 我想要通过社团和打工 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口语和听力 但是我会保证出勤 出勤就不用说了 但是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工作 提高各种自己的能力吧 日语交流能力也好 还有就是组织协调能力什么的 觉得这些非常重要 然后对于将来就职工作 升学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就可以想一想 说一下自己对这个生活的期待 虽然我一想这样的大学生活 应该是会很忙碌吧 但是光这么想 我就觉得特别期待 这样的话老师就觉得 这个孩子很有意思 不是那种死板学习的老孩子 然后还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第五个 来日本之后 你有没有读过哪些日本的书籍呀 或者是说你来日本之后 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有没有去过美术馆 或者说你对日本和日本人 你有什么感受吗 这个的话也是蛮常问到的 在语言学校的时候 写那种小作文的时候 也会经常说到 你来日本之后 你对日本有一个文化冲击嘛 叫什么Kalucha Shok 尤其是刚到日本的时候 你才会能感到有冲击 你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慢慢融入到这个社会 你反而淡化了这个冲击 给你带来的那种 一开始的那种反应 只有一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 日本女生为什么冬天还穿裙子呀 然后日本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些那种 非常强烈的感受 慢慢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然后可以把这些瞬间记录下来 再就是说 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美术馆 看过什么书这样的东西 我没办法举例子给大家 但是我建议大家 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读一本这样的书 免得问起这样的问题 完全没有准备 这个是没办法 坑蒙拐骗的 就是看过就看过 也能说得出来 没看过的话 就编也编不出来嘛 就会有自己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提醒大家 有时间的话 看点书 也可以去逛逛美术馆呀 这样的东西 就是丰富自己的留学生活 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下次我们再讲后个问题 拜拜 拜拜